为在卢州区的智英科技公司日前捐赠了一台富康巴士给新北市政府 这已经是智英科技捐赠的第三台 同时也是新北市的第456台富康巴士 智英科技公司主要生产电脑网络通讯周边配线等产品 负责人林彦玲曾经在去年8月以母亲的名义捐赠一台富康巴士 这次的智英二号则是第三台 这个赠送的富康巴士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名称 他是智英科技二号 我刚刚这个旅副局在问我说13台 我说不是15台 不是13台 因为总共是18台 所以我接下去还欠新北市政府 5号15台 新北市社会局副局长吕春平特别到场代表受赠 他相当感谢社会各界发挥爱心 以新北市来说456台的富康巴士当中 有300多台都是爱心捐赠 今天是第456辆 那其实真的其中就385辆是来自于民间团体的捐赠 这个就捐赠到什么 民间的力量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的 那其实这个用到什么 其实现在我们的富康巴士 其实用到我们身上的民众 也是用到其实现在可能就是失智失忍的老人家 让他们可以来就学就业还有就医 那真的真的非常谢谢 过去富康巴士多维深信障碍朋友使用比较多 但是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 现在也有不少的年老师能长辈申请使用 只因科技公司的善举 大大加汇了有需要的民众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如舟采访报导